剩下來的部分才是我們可以動用到裝潢的部分 如果真的要去借錢來做這個裝潢 也不是我們在做這個頻道的一個出發點 我常常會把這個消費者家當成自己的去思考說 如果我真的預算有限我應該怎麼做 有時候真的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你把錢砸在這上面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完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規劃跟佈置 當然這一點我們也會跟你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 然後給你一些比較專業的建議這樣 大家好我是宏傑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德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裝潢房子之前 分配我們自己手頭上的預算 我們一定會知道說自己手頭上呢 有多少的預算要買家具要做家電的採購 在有限的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把每一樣我們即將要買的東西先做一個分配 包括現成的家具包括一些家電的部分 剩下來的部分才是我們可以動用到裝潢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運用我們自己現有的家具 因為這樣子呢可以讓整個空間呢 可以暫時符合你的這個需求 但是又不用去花一筆錢去重新採購 我們一般來講當你預算抓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考慮我們是否有一些舊的家具呢 可以再利用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說家裡面的成員比較單純 一個人或是兩個人的情況下你買了兩房或三房的房型 你就可以把現有的家具再搬到新的家裡面的次要的房間去做運用 也可以為你省下一筆預算 第三個呢就是選擇一些裝潢比較經濟實惠的一些裝潢飾品 有一些東西呢你可以到一些像IKEA啦 或者是一些賣場開買一些裝飾的一些家飾品 讓家裡面呢不用過多的去裝潢啦 不用過多的去做一些工程來把家裡面去做一些裝點 基本上來說有的人說哇那你都建議大家去網路上 或者是去逛商場買一些裝飾品 然後就可以節省預算那你要做什麼 說實話 我的出發點還是希望說 在有限的預算盡量把你完成你要做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一再強調 我說你要搬進去住之前 有一些基礎工程 比方說要在現場施工的 水電啊木工啊油漆啦 這些比較需要在現場去動工 會讓你住在裡面很不方便的一些工程 你必須要在你搬進去之前就先完成它 那至於其他的一些非必要的一些裝飾的東西 可以考慮之後再來做 真的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你就去買一些裝飾品 不管是畫啦或者是你上網去買一些 裝點家裡面的東西 可以把家裡面去做一個佈置 然後不要說過度的去裝潢 如果真的要去借錢來做這個裝潢 也不是我們在做這個頻道的一個出發點 我們還是希望站在消費者的這個立場 我會常常會把這個消費者家當成自己的 去思考說如果真的預算有限 我應該怎麼做 那我哪些東西是必要做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會給你們這樣的一個建議這樣 那第四點呢就是 調整你房間的布置 這就跟剛剛我講的 利用現有家具的意思是一樣 因為有些房間或者有些空間是暫時不需要用到 它不是你主要的生活空間 這個時候你可以運用一些原有的東西來做一些布置這樣 然後再來第五個呢 做這個風格的簡化啦 什麼叫風格簡化 之前我有跟各位錄製過一個節目就是說 當你真的預算很有限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一些簡單的方法來做一些裝點 比方說主題牆我可以用油漆來刷這個牆面 可以讓牆壁呢看起來有不同的顏色 讓空間有一個換新裝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一些簡單的一些裝飾 像壁紙啦或者壁貼啦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簡單的東西 可以讓空檔的一個牆面多了一些色彩 然後讓整個空間呢多了一些主題這樣 因為基本上來講 有時候如果真的預算卡得很緊 你不要為了說我想要做什麼大理石牆我想要做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硬要把這個費用給砸進去 很多人就說 如果真的想要做什麼類似食材、食牆的部分 那預算真的很有限 我們也可以有一些替代性的材質 比方說石樹板啦、美奈皮啦 或者是說貼壁紙 壁紙也有類似仿大理石的這種圖案 但是呢你不要太過堅持說我一定要是真正的大理石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你把錢砸在這上面 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真的預算真的非常有限的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一些替代性的材質 或者是簡化的一些裝潢 完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規劃跟布置 當然這一點我們也會跟你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 然後給你一些比較專業的建議這樣 然後再來第六點呢就是DIY 什麼叫DIY呢? 有些東西呢比方說 如果有放假你也想自己動手做做看 你也可以去買一桶油漆來刷一下 讓整個牆壁都有不同的一個氛圍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幾個月遇到一個人還蠻特別 他自己動手去粉刷他的牆壁啦 其實他的本業不是在做這個 但是他自己有興趣然後去學習 然後來做這一塊東西 當然也可以幫他自己省下一些預算 因為坦白說 有些東西你要找人來做 當然就是會要付人家工錢嘛 相關的這些東西 做出來自己做 當然也許效果沒那麼專業 但是就是說 也可以幫你省下一些預算一些費用 如果你自己動手能力還可以 然後你也有興趣來做這一塊 當然就是可以做DIY的這個動作這樣 如果說大家對我們的影片有什麼樣的疑問 或者說你今天還有什麼想了解的 你也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裡 這裡有我們這次影片的相關連結 以及我們的聯繫方式 謝謝大家 掰掰